今天開始節目之前,就提提大家 接下來這個星期四 會繼續有《如何講英超》的Facebook直播節目 會講一下熱刺對利物浦的預測 以及屈福特曼聯的對抗 記得來到星期四的那一晚10點 留意看蘋果這一邊的Facebook直播《如何講英超》的節目 繼續有何輝和何榮,陪著大家的廣播 來到這條片是要講歐洲國家聯賽的 今天就要講意大利作客葡萄牙的賽事 講回意大利上一場球面對波蘭的密集 就是老鼠拉圭,控球在腳不碰 來到今天,意大利對著葡萄牙的取態 很明顯是打穩守反擊的 終於叫做可以放下身段,打回意大利的國粹了 又行不行呢? 結果答案就是又是不行的 就連最基本的防守都是做得不好的 例如是沒有掌握最佳的解圍時間 亦都是有些無謂失誤的 有時還會送一些小禮物給對手 正常來說,上半場意大利就很應該要落後 幸好葡萄牙上半場同樣都有個別問題 所以半場才會0比0 本來葡萄牙教練 菲蘭道山道士今天的陣容結構 都算是安排得挺不錯的 用了萬成的球員 白蘭道斯華做半主角內切入 而他的表現亦非常之好 他的確是帶領了一些中短期進攻出來 所以亦令到意大利的防守不斷受到壓力 但是當葡萄牙的組織一去到左路 就很容易或者很多時斷攬 事關葡萄牙今天的正選左翼 上半場的表現是不堪入目的 這就是穿著7號球衣的雷寶馬 明明葡萄牙進攻的前期組織算是做得不錯 亦都流暢 有時亦都能夠做到最後一寸 下到左手邊的位置 令到左邊的雷寶馬 出現單對單的機會 可惜了 雷寶馬上半場完全是沒有視野 沒有合作意識 沒有沒有波走位 是一個黑洞來的 而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他竟然當自己是私浪 不停做私浪的動作 又要自己去 但是又真的不肯定會過到人 又要自己射 但是又根本未去到 射門的時機都要硬去射 沒有一個是中龍門 浪費了機會 接近每一個進攻去到雷寶馬 都可以說是接近終結 所以葡萄牙都沒有什麼具體的 黃金機會可以產生出來 說上半場 最大機會 就只是26分鐘一個高波所產生出來的 鴨仔波而已 那就是需要 意大利的後防出現混亂 解不到圍 龍門的 當拿龍馬 亦都是被自己有頂住的位置 沒辦法打個波出來 那就葡萄牙才有機可乘的 可以射到空門 不過 巴蘭道斯說射到 胡胸門的後衛那裏 都叫做沒辦法 這球球都可以看到 意大利今天的整體防守水平 都是挺差的 雖然今天中路的是中場防守 協防的位置 都可以說好過上一場少少 有回羅馬的防守中場 基斯坦迪 但是後防線都是極度混亂的 尤其是不適合打右後衛的 這一邊 是 那沙里的球員 他特別不穩陣 就是因為 他這球球亂飆球 失了位 被葡萄牙的左後衛雷爾過了 才出現葡萄牙的鴨仔波機會 如果 葡萄牙上半場有隻好一點的左邊 鹿葉的話 懂得無球走位 不停可以插這個意大利的右路 其實上半場葡萄牙就很應該要領先了 結果這件事 也都是真是在下半場發生了 那就是葡萄牙領先了 又是這個替攻的右後衛 那就是拿沙里的犯錯 他完全沒有想過 就是雷寶馬 其實是可以在這一次混亂混戰當中有機會拿到那個球 搶到那個球 所以這個是 拿沙里一直都沒有準備起步去追雷寶馬 結果 就是被這個後衡插入來殺入來的雷寶馬 搶到那個球衝入禁區 下半場的雷寶馬入到禁區 終於都肯教球了 一肯教球就立即成功 是助攻了 幫到前鋒的施華入球 協助葡萄牙領先 我留意到雷寶馬去到下半場 真的已經沒有再毒食 沒有再破壞到進攻的流暢勝 那這裡 就見到教練的 菲蘭道山道士的攻力 上半場一見到有什麼問題 半場就立刻去改善 下半場就立乾見影 其實以一場國際賽的標準去看 見到雷寶馬上半場的表現 基本上就很難再有繼續上陣的機會 但是 菲蘭道山道士都可以在半場的15分鐘時間 協助雷寶馬調整倒 這個的確就是教練的功夫 不相反 意大利的教練文仙 菲蘭道山道士完全壓倒勝貝 給下去了 雖然他所選的後防球員表現得不好 都可以叫做情有可願 事關我都明白 他是想給機會 年輕人 而今天正選的年輕人包括羅馬洛尼 卡達朗 或者卡達拉 這些球員 其實都是很年輕 沒有經驗的 會犯錯 無可避免 其實輸球都可以說無所謂的 但是我真是無辦法原諒 文仙尼今天在前場攻擊端上 進攻端上的配搭犯錯 今天沒有錯 是要打穩守反擊 你絕對可以選擇 衝撞型 速度型 跑動型的前鋒球員 或是球員 但是你都不需要 用了三個同類型的球員 一次過放了出來 今天的正選前面的球員 就是沙薩 恩莫比利基艾 沙 三個 都是同類型的人 都是 衝撞型 速度型 跑動型 但是 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 組織 創造 簡單說 就是三個人裏面 是沒有一個 超級連結人的 文仙尼今天的 組合選擇 簡直 連一個正三角形都不如的 根本只能夠形成一條 橫線的 搞到意大利根本一個 像樣的反擊 都是沒有的 亦都是沒有給機會 後備的 這個恩薛尼 和班納迪斯基 這些可以做 超級連結的 球員上陣 這些球員可以做 超級連結人 但是沒有機會上陣 而我們看回 上一場對著 波蘭 面對密集的時候 面對密集的時候 文仙尼竟然 用了 恩薛尼 和班納迪斯基 這些組織類型的球員 但是 那場就沒有速度型的 綠葉球員 打正選 亦都是表示 文仙尼的思想 可以說是 沒有深度的 面對密集要組織 就單純地 用了組織型的球員 一個速度型 陸業球員 都沒有 來到今天要打反擊 又單純地 用了所有速度型的球員 但是一個組織類型的球員 都沒有 可以說是完全不懂得 做這個進攻的配搭 看完兩場的意大利國家隊賽事之後 文仙尼的執教能力恐怕 是見了底的 陰國 意大利的人腳 明明是好過昨天的荷蘭 但是表現是可以差過荷蘭很多下 很明顯 就是教練的問題 荷蘭的教練 朗勞高文 已經不是叫做厲害了 但是文仙尼還可以再差一點 那我真是想問 為什麼文仙尼 經歷完 萬成的失敗之後 都可以從來都沒有反省過 和是沒有進步過的 這些簡直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什麼進步 真是這麼難的嗎 我希望文仙尼 真是給點心機 努力一點去進步 其實要進步 真是要努力的 所以我都很努力 每一條片那裡 都希望 呼籲 大家可以在每一條片 的裏邊 保持一定數量 卡廣告 按廣告 彈廣告 還有播完廣告 他的 這樣做呢 才可以令到 小弟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進步的可能性 可以繼續有這個 叫做 有尊嚴地生活下去 可以繼續堅持 和大家 免費出片 所以都希望 大家不要鬆下 繼續保持這樣做 幫幫小弟 多謝這麼多位 有兄弟 問為甚麼電腦 有時會沒有廣告 相信 你的電腦有時 裝了一個 Block Ad 的程式 擋廣告程式 只要你 關了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電腦片的 裡面 會有 被人打廣告 片的右邊 都有廣告 大家可以 按下去 另外 這個手機 那裏 就是 片的下面 固定的廣告 字眼 有一個地方 大家按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 也能幫到手 無論是手機 還是電腦 都好 Youtube 都會時不時 在片的最前 或最後 插入廣告片 大家 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 在廣告片的 旁邊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 廣告link 會在廣告片 左下角 手機 在柔常角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